HELLO 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我们本期的话,是彩虹的自己的主持角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录像 等一会,等一会,我把这个退了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我们是个七号位的大反贼 主攻选择了非主流 是比较主流的 也是主流主攻的曹大胚 那么我们选择了大公皇帝 袁绍 那么骑手曹丕给我们放万剑 其实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这个我们肯定到我们肯定也要放万剑 那我们这里就无脑脉啊 这个无蟹就不打了 我们唯一一个能有两张方块的 这打持一张方块了 等于我们少放一次万剑 那么 好的,那么曹丕 骑手给我们场上啊 第一轮就给我们撑一把闪 那为我们后面的几轮啊 博就是给我们打乱击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 那么我们袁绍啊 在曹配局啊 其实是有点偏中内属性的啊 所以这个 这个法阵来忙我们 其实一点都没错的啊 那他法阵其实是个反贼啊 是我跟我的队友 那么他其实装了狠兵剑 喊我们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他打的肯定也不错的啊 因为曹丕局嘛 本来在 对曹丕主攻局 袁绍本来就有点偏中内属性了 所以我们逆境了啊 我们就直接打了啊 我们自己都被打打成凉血了 那么我们就不好意思了 我们直接就射啊 射完啊 嗯 我们把我们把所有的弹药都射完 那么结果该怎么样啊 就怎么样 所以这个输了就输了啊 那我们把弹药射完 我能输了就赢就输了 赢了那就赢了 那么这个 全都去死吧 准备放剑 放剑 自剑 自剑 那么我们放完剑之后啊 那么 曹丕跟着喊着 自剑 自剑 那么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反正大嘴只是喊了一句 准备放剑 那么 曹丕啊 立刻 还是挺听我们的话的啊 就见了这个子剑啊 见了子剑 好的 那么我们第一局赢了 我们为这个后面的几局啊 博一个好彩头 第二把我们还是一个 亲号位的大盘贼啊 我们看主公选谁呢 主公选得了 主流主公啊 刘备 刘老板啊 刘老板 那么我们身为七号位的反贼啊 即使我们是不推荐选姜维他 那么我们就选一个 跟在刘备主公局啊 这个 圣 就是 你鲁肃选出来啊 这个 不是反贼啊 忠诚的属性 是很高很高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刘备 放完这个万剑之后 能不能给我们来 发一波工资呢 那么好吧 他看来他 定没有想要发工资的这个 想法 所以我们 靠自己啊 我们靠自己和靠队友啊 那么 露露露 那么刘备只有两张牌 我们要找一个 手牌 就是刘备的忠诚啊 反正 就是刘备 刘备这个 怎么说啊 就是 在这局啊 存牌能力非常好的人啊 那他这个人 存牌好啊 那肯定他不跟我们是一队一队的啊 那么 大家自己想一下啊 这 这场上谁有 存牌的能力啊 场上谁有存牌的能力 那么张了通我们也没 没有关系啊 这本来就是 就这样选出来 其实 早打 其实是有点那个的 特别我们在刘备局啊 呢 我们选个鲁树出来 特别是 特别会招这个 很容易招这个反贼的打 所以这个寻忧 运筹决策 这寻忧啊 跟我们一言不合就打起来啊 那他就是个大忠诚啊 就是个大幻音 以德乎人 能乎于人 以德乎人 危险为德 别太过分啊 那你也可以 手残啊 点到我们这里来 那我们也不会 建议你多给我们一张牌的 那么 儿等 一生过满之处 那么这个 孙姿流放啊 那么 呃 发动了自己的技能啊 这自己看啊 我不解释了 就是出牌阶段 每名角色限一次啊 如果你有可以 使用的手牌啊 你就可以 另一名 角色啊 弃一张牌 然后 本回合 你不能使用 这个相同的花色啊 若以击法刺激的牌 为黑桃 则 失去一点体力 啊 他失去一点体力 你翻面 所以刚刚 孙姿流放 对 呃 寻忧啊 发动 鸡鱼的时候 这个 他好像 手里都是黑桃 所以 他流失体力 然后孙姿流放 就翻面了 那么 好吧 孙姿流放 顶住 来 桃一个 酒一个 好的 那么 顶住这一轮啊 顶住这一轮的话 我们就可以 撲撲撲 见面 撲一半啊 那么 这个 脏聊的话 最多也就 控控寻忧和 吕蒙的手牌咯 这 他敢吃桃子的话 手里应该还有吧 好吧 那么 这个 酒杀 方天 这个是比较 这个走位是比较风骚的 那 这个 那 刘备 他手来就没有 我们手里有一个 酒 那么 我们耗时 撸四张牌上来 这 撸到 杀的可能性 也是很大的 那么 那么我们 这个 做官 成败啊 撸撸撸 见面 撸一半 好 那么我们 把 吕蒙的手牌 撸掉啊 那他手里 如果有 头的话啊 那 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张了的手牌啊 那 因为 张了的手牌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 被吕蒙换过的啊 所以看一下 张了的手牌 应该他是 还是没有 逃 那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啊 所以我们把 这个 吕蒙的桃 不是吕蒙的桃子啊 是把吕蒙的手牌撸掉啊 那 我们这个九杀 打下去啊 就是 神仙难救 神仙难救啊 那 因为 你忠诚都没有手牌了 那等于就是一个 玩杀的属性啊 等于就是一个玩杀的属性 好的 那么 我们看一下 下一把录像啊 好 下一把 我们是个一号位的大主公喽 我们选择了 非主流啊 香香啊 那 这个香香是梁柱香啊 梁柱香 那么 传说啊 传说 这个香香就是 别人吃一个桃子啊 我们能摸一张牌啊 那么我们看这个 中中生有 我们起少看中中生有啊 谁敢来猜啊 谁敢来无限 谁敢打无限啊 就打你 那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就是 枪打 出头鸟 那么 这个 其实我们是 这个过河拆桥 我们拆陆训啊 其实 也是有原因的啊 其实一那是骗他盘 二 他其实反贼的话 这个如果按照我 我也肯定会这么选啊 你如果起手过拆桥 而且主公起手有无中 手牌那么多 如果我拆你 你 谦逊不给 香香补牌啊 那他肯 这个路神肯定是要招一轮九杀啊 或者是 招 一波攻击啊 那么 所以他这个 大坏人啊 大坏人 别看他谦逊给我们补牌啊 他就是个大坏人啊 就是个大坏人 那么 好吧 这个张招张红在我们局啊 其实是偏中类的啊 是偏中的啊 偏中成脸的 所以 这个 张招张红的话 估计要成为这一轮的集火目标咯 所以 这个 表嫂啊 就是蔡夫人 表嫂子跟 二张啊 就 真的就是一言不合的就打起来了 就一言不合的打起 好的 那么 这个无意开始 长征了 奔袭一 奔袭二 奔袭三 奔袭四 他奔袭三 就能打到 奔袭三 其实就能打到 这个 奔袭二 能打到 奔袭二 是能打到 假许了 奔袭三 就能打到我 如果 打到我的话 就是等于 全场都能杀得到 所以 他就能 一杀二 破防 这 路神 没有 防具啊 如果有个防具的话 无意就 又能体现 这个技能了 这个提醒一下 这个无意这个奔袭的啊 一杀二啊 就是指定一个目标啊 就是额外的一个目标 然后 无视防具 什么就是无视防具呢 比如说啊 无意他奔袭啊 能打全平之后 能一杀二 他比如说放万剑 放南蛮啊 你装了藤甲 也是没有用的啊 也是没有用的 包括这个高顺 陷阵 拼点你之后 无视你的防具 也是那样子啊 也是同样一个属性 所以这个 假许 你太过分了啊 你太过分了 这个挂藤甲 如果没有藤甲的话 嘿呀 嘿呀 那我们这张杀 打下去 你估计要被我们 不是打得完杀 就是要打得裸奔啊 那么 神仙难救 神仙难救啊 别以为你挂一个藤甲 就不怕杀啊 人家诸葛亮 恰恰正好有一张 雷杀啊 人家恰恰有张雷杀 雷杀啊 就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的 那么 这个路神的话 这时候开五谷的话 就是 估计卡连银是有一个可能性啊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给他的队友 补一波牌啊 那么我们 这个是个大忠诚啊 诸葛亮也是个大忠诚 那么表叔的话 就是一个偏内的脸啊 那当然 虽然表叔是偏内脸啊 但是内奸已死啊 内奸已死 所以 这表叔不用 不用藏了啊 就是一个大反贼啊 就是一个大反贼 那么 这个表叔他比较怂啊 这个 如果蔡文姬 哦不是蔡文姬啊 如果蔡夫人啊 先决斗 这 卫敌本部万里 习惯斩将 没上 卫敌本部万里 习惯斩将 闪 嗯 嗯 嗯 习惯斩将 两路结盟 我都是要加入 习惯斩将 江河霸主 何具具有 自然不弄 万不可留 特不思许 救命难尾 从此 通马何需起红装 双剑发巧 不让须眉 通马何需起红装 失之淡然 双剑发巧 不让须眉 我的味精之夜 不让须眉 有远色 对 有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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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兴子 你只可以再见 以德夫人 他们的天下 你犯入我手 万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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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去地牢天荒吧 密系元氏 一心效斐 火工 乐不自首 女席在首 天下我有 好天你 曹佩 所以 那么这个曹丕的话 贝勒一下也无所谓啊 那么我们开个门啊 开个门 那么 趁刘备现在 不是趁刘备啊 趁刘夕 给刘备的杰命空间不高啊 我们来压一下雪域的血线啊 顺便来骗一下雪域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那么 没有骗到啊 当然 我们 最好也要压一下雪域的血线啊 这好在曹丕把刘备翻了啊 如果这个 雪域 是个忠诚 而且刘备 在正面啊 就是正常的出牌 估计这个排队啊 估计要被他们刷完了啊 这个 那么 黄月银我好不容易把他打残啊 他逃一逃啊 吃的比较开心啊 吃的比较happy 啊 所以他 不知道是个什么身份啊 不明觉厉 那么 郭嘉 跟着我们的思路打呢 他就是个大坏人 不是大坏人啊 他是个大坏人啊 是个大坏人 是个大坏人 没泻可击 那么我们这一个雪 我不知道是怎么想起来了啊 这个我们是给郭嘉献图打啊 郭嘉没打死人啊 所以我们流失了一点子力 我们献给这个狱獸牌啊 其实是可以帮助他 这个 帮助他 剑营啊 我们献给了他两张黑桃牌啊 所以 再加上他自己摸的 他手上的牌啊 所以 他应该是能连起来的啊 应该是连得起来的 好的 那么 他有桃子的啊 让他先救啊 我们 所以也有一个桃子 龙我过目 即刻涌来 钟钟声友 钟钟声友 那么 再来一个钟钟声友啊 我们怀念一下老参军啊 我们怀念一下老参军 那么这个勒布四鼠啊 你不要说贴给这个爆发女王黄远音啊 这爆发女王也要有几率能爆发啊 所以这个勒布四鼠啊 即使确确实实的贴给元素啊 这个元素庸四的过败量实在也太大了 这元素有原地起 在三国杀的任何武将啊 只有元素有这个 唯一一个能原地起爆的武将 好的 那么这个狙兽的话 暴局华罗 不由天 好吧 那么这个 你说的比较 你跟我说的不一样啊 那么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啊 原插画的台词啊 主攻要沉死 沉死了算了啊 那当然这后半句是我自己加出来的 那么这个 好 那个这个 高速出锦囊啊 帮助我们 把这个元素的血线压下去啊 非常好啊 非常好 那么你有火杀 我就有闪啊 这就是天理啊 这不能说是天理 这就是 这个 这个怎么说啊 这个说是属于正常 事件里面啊 那你有火杀的话 我就 谁 你有火杀我就不一定 不能没有闪 是不是 好的 那么刚刚我们 强制啊 看过元素的底盘啊 所以我们把它的 这个 它的底盘 大家都是看得到的啊 不知道的话翻一下游戏记录 好的 那么这个 我们很有 我们其实是有被 刘备或者被黄月音 干掉的危险的啊 所以 我们 在死之前 还是做一点贡献啊 就是 帮助队友过牌啊 帮助队友过牌 帮助队友过牌 那么这个铁锁 其实 连我们和刘备啊 非常好 那你黄月音 不是喜欢干我们吗 不是火杀 专门喜欢怼我们 好 那你怼吧 你如果怕主公烧屁股 不怕怕主 让主公烧屁股 你尽管来烧我们啊 火宫火杀 都来砸我们身上啊 我们非常欢迎 那么 如果我们自己摸到火宫的话啊 我们 也是非常乐意 往自己身上 被砸的啊 好的 那么这个我们 别看我们都残了啊 别看我们都残了 其实 一国家一个桃子 他其实就能原地复活的啊 好的 那么这个 主公啊 就是刘备啊 被我们 这个 被我们强大的桃子气场 给 给吓得把自己的白内裤都脱掉了啊 所以这个 我们是厂商的MVP啊 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啊 这个 我们给团队的过牌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是不是 所以啊 那么所以本期视频的话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结束之前啊 这个 听说啊 online上要出这个 成婚了啊 要登陆正式服了 那么什么 等什么时候登陆的话啊 我就会 做这个成婚的武将分析啊 那么也请大家这个 关注一下啊 这毕竟 也不能等我的视频出来啊 其实一些老玩家应该 已经非常 不能说非常啊 有些老玩家已经是 已经了解成婚的技能了 好的 那么本期的话 就到这里结束了 结束之前啊 就是 传说当中的 谢谢大家了 好了 谢谢大家